放学回家的路上 狐狸猫经过面包店 闻到刚出炉的面包香味 忍不住的它 将仅有的零用钱 花在一个巧克力大菠萝面包上 迫不及待地在公园长椅上 咬着松软的面包 香气化开 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 狐狸猫回到家 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餐 正在用豆腐乳炒空心菜 陶锅里是酱油卤五花肉 餐桌上的菜盘里 是炸臭豆腐做泡菜 汤锅内是酸白菜肉片汤 房子内充满食物香气 这些佳肴令狐狸猫垂涎欲滴 晚餐时刻 全家一起享用餐点 狐狸猫的爸爸搭配小米酒用餐 第二天下课时 狐狸猫在学校与小兽瓜 黎黎卖卖聊天 昨天超幸福的 下午经过面包店 买刚出炉的面包来吃 面包松软好吃 昨天晚餐有炸臭豆腐配泡菜 酱油卤五花肉 豆腐乳炒空心菜 酸白菜肉片汤 美味的不得了 我爸爸还喝了小米酒 这么多美味的食物 都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去市场买五花肉 空心菜 肉片等食材回家后 放在锅子里 加酱油 酒 糖 豆腐乳等 炒卤一番就成啦 麦麦说得简单 但你们知道 面包 酱油 臭豆腐 泡菜 豆腐乳 酸白菜 及酒 都是发酵食物 要仰赖维生物的帮忙的 它们都是透过维生物 进行发酵作用制成的 微生物跟这些食物有什么关系 什么是发酵 在食品领域 发酵是以有机物为原料 经过特定细菌 酵母菌 或黴菌等微生物 利用酵素进行合成 与分解作用 产生新物质的过程 例如 酵母菌会将葡萄糖 转变成酒精 与二氧化碳 我知道 面包是在面粉 揉成面团的过程中 放入酵母菌 在适当温度环境下 放置一段时间 让面团发酵后 就会看到面团膨胀 没错 这是因为糖类分解后 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在面团中形成气泡 包覆在面团内 使面团体积膨胀 这就是让面包松软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发酵作用 发酵是微生物产生能量的代谢作用 微生物借由酵素把有机物转化而产生能量 以糖为例 糖发酵后 除了产生酒精与二氧化碳外 还会产生提供细胞活动所需的能量 发酵作用好神奇 会让有机物质进行这么大的转变 让面团变成面包 那么小米酒的酿造 是将酵母菌加在小米里 发酵产生酒精的吗 这个说法对了一半 人类在文明开始前 就已经发现酒的存在 并利用自然存在的菌种酿酒 要酿酒的话 可使用酒渠或米渠 它们包含多种黴菌与酵母菌 当中的黴菌 将小米的淀粉转化成葡萄糖后 酵母菌就可将葡萄糖发酵 产出酒精 我跟妈妈一起做过泡菜 要先加入大量盐 再放入氓里发酵 里面也有小树蛙说的 这些微生物吗 对 蔬菜中也有许多菌种 其中有乳酸菌 能转化有机物产生乳酸 所以要在高盐分及低温环境中 抑制其他菌种生长 让乳酸菌能大量繁殖 如果环境条件控制不良 坏菌滋生会导致腐败 我喜欢吃的豆腐乳与臭豆腐 它们都是豆腐做的 为什么味道差异这么大 豆腐乳是利用黴菌 将豆腐进行发酵 臭豆腐的制成中 要先发酵出臭卤水 再将豆腐进入臭卤水中 由于臭卤水的菌种很多 发酵后能产生具特殊风味的氨基酸 少量的臭味的硫化氢 氨等气体 原来如此 自然环境中存在很多种类的微生物 在食材上运用不同微生物 进行发酵作用 让食物产生各种风味 为料理扎分 到学后 狐狸猫 小树蛙 麦麦 一起到水族馆赏鱼 水族馆里有红的 蓝的 黄的等各种颜色 而美丽的热带鱼 在角落 有一个水缸里面 闪耀着荧光 狐狸猫定睛一看 原来是台湾原生种的青椒鱼 正发出荧光 好漂亮啊 会发光的鱼 但这是台湾原生的青椒鱼 怎么能发出绿色荧光呢 哦 我知道 这是基因转值的荧光鱼 让鱼具有荧光蛋白质 而发出荧光 什么是基因转值 我们之前学过 基因可以控制性状特征 如果将一种生物的一段基因 取出 放入另一种生物的细胞中 让这细胞拥有外来生物的基因 就可以表现出 该基因控制的性状 以这荧光鱼为例 台湾原生的青椒鱼 原本不具荧光蛋白质 深海水母 具有发荧光的蛋白质 研究员 从深海水母中 找出产生荧光蛋白质的基因 将这段基因 植入鱼的胚胎细胞中 随着胚胎发育 长大成鱼后 青江鱼的细胞 能制造荧光蛋白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荧光鱼 基因转植真是好厉害的技术 竟然可以改变生物的性状特征 基因转植还有应用在其他方面吗 我知道的基因转植 可应用在改良农作物与激素制造 例如自细菌发现的抗病虫害基因 转植入农作物体内 让农作物可抵抗病虫害 又例如将人体制造 胰岛素的基因 转植到细菌内 随着细菌大量繁殖 就可以制造大量的胰岛素 来提供糖尿病的病患使用 小树啊 对于生活中微生物的应用与技术 懂得很多耶 很令人佩服 我其实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只是我对生物科技很感兴趣 我们今天讨论到所有运用操控生物的方法 来提供生物产品 称为生物技术 我很期望能好好充实这方面的背景知识 利用生物技术解决农业及医学上的问题 狐狸猫有个疑问 透过基因转植技术制造出来的生物 如果回到野外 对生态系会有什么影响呢 最后狐狸猫整理今天学到的知识 一、发酵食物 是运用自然界中多种微生物 进行发酵作用而产生 二、可以运用基因转植技术 与农业与医疗 例如农作物改良 与制造激素 三、生物技术 是运用操控生物的方法 来提供生物产品 发酵食物与基因转植 皆属之 最后来想想看 关于发酵作用与基因转植技术 除了今天所讨论到的例子 还可以运用在哪些例子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欢迎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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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